选战倒数九天 候选人还有家人的安全 成了国防国安局保护的重点 今天立委蔡黄狼在质询时表示 说网路上有不利于蔡衣衫的传言 OBO可能是颇酸 对此国安局让李翔舅强调 的确有相关的情资 会尽力做好维安 而另外我们看到 柯文哲的阵营也坦诚 收到了不利安全的情资 从今天晚间开始 会加强必要的安全装备 穿过重重人墙 蔡衣衫要替丈夫连胜拉票 得以先替热情选民签名合照 才能走上台 人潮促勇下一路让幕僚很紧张 何况官局耳闻 有不利廉家人的情资 让维安绷紧神经 这一次的奥宝不一定是抢己案 有可能是颇酸 会不会要求候选人穿起黄蛋衣 基本上我们建议 建议你要不要提供黄蛋衣 可以提供 官局都开口了选战紧绷 候选人可以借黄蛋衣来保身 但走过抢己案的连胜文夫妇 选择相信选民 当然希望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然后我也相信台湾人的善良 希望我们对手阵营 跟民党党的立法院 不要放话去恐吓我的家人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会考虑穿黄蛋衣 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 包括柯文哲正营也接到官局提醒 打算从20号的夜市扫街 全面提升危安等级 他们有情资会对候选人有不利的动作 所以之后对妈妈扫街也会这样 对 他也包含了家属 我们当然做就比较广泛的安全措施 避免有心人影响选情 候选人准备防弹车 防弹背心或是家派危安随护 都是选项之一 毕竟选战进入个位数倒数 主帅人身安全 和争取民意支持度缺一不可 借过市场秋春文 SF小组采访报道